现在奥林匹克成什么了 成了全世界的奥林匹克的腐败 我可以告诉大家 能腐败到什么程度 就在盘古 我不说别 我只说我经历的事情 就在盘古他们玩的女人收到的钱 枪毙他们一万次都不拉的 就像我说你们尊重的梵蒂冈一样 和共产党的勾兑 那是犯罪啊 现在奥林匹克组织已经成立了 绝对的2008到这个冬奥残奥会 冬奥会以及在世界上多少人被抓 它就是个犯罪组织 从什么时候最严重的 就是共产党参与 你从今天的东北京冬奥会 你看到了什么 你想到现在的病毒的最高组织是什么了吗 世界卫生组织 现在变成什么德性了 世界贸易组织变成什么德性 WTO WHO 全都是一帮混账 不但混账 压迫中国人 跟共产党腐败 做那些根本见不得人的犯罪行为 联合国 UN 你看联合国 你建议过吗 给共产党竟然人权 国际联合委员会 让共产党说了算 你们想过这有多荒唐吗 联合国那些王八蛋们到了盘古那种 吃那种喝你们这么一天 我可是见太多 你再看共产党到联合国干的事 任何 只要共产党 这过去三十年五十年参合的组织 没有一个是无法 无天无规则 不腐败 北京冬奥会 这简直是世界上最荒唐 没有雪的冬奥会 没有雪的城市开冬奥会 我真R他拔本主动 这是对全人类的侮辱 这是西方世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你没见那些白人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到了盘古 喝点几酒后 那可比共产党还疯狂 天天在夜总会里边的这个 这个嫖客啊 没那么疯狂 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你就怕这些穿着西装的 这西方的所谓文明世界来的白人 你到了你看盘古 每天一到晚餐后 在那些雅间里边 那种白人的那种 那种疯狂来自国际组织的 那简直是惨不忍睹 别说是人了 那猴子他都敢戳两下 我跟你说 这个被禁闭的人的恶性 一旦放出来 比魔还可怕 这不是我说的 共产党就把西方人类文明 用千年征来的民主自由 对人性的尊重 他到了中国给彻底释放出来 然后再用这些人的恶来绑架他们 让他们的传播这些恶和魔镜 这就是奥林匹克委员会 这就是联合国 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这就是WTO 这就是世界的所谓的记者联盟 所谓媒体联盟 只要带国际的 只要成组织的 全是共产党的帮凶 这就是世界卫生的